而另外台湾旅行团在菲律宾长滩岛旅游也发生了帆船的意外造成三个人死亡 那么同团的旅客返台被记者问到当时有没有穿救生衣 旅客说吓昏了完全记不得 但是其他的船客是看得很清楚 帆富的螃蟹船上的游客统统没有穿救生衣 30个人落海有3个人不幸罹难 那么三名罹难者当中会在菲律宾火化 预计下个礼拜返台 结束了四天三夜的菲律宾长滩岛旅游 旅客回到了桃园机场 心情复杂又沉重 因为同行有三个人 因为螃蟹船翻船混沌异乡 其中还包括了一名两岁半的小女孩 回忆起翻船的瞬间旅客渔迹游艇 风大雨大 那是因为一个机转弯才翻掉 旅客救生衣吗 忘了 关键的重点有没有救生衣 其他船的游客看得很清楚 全部都没穿 全部都没穿 对 因为我们是一起出海的这样 有看着它搬掉吗 我们是看到它搬掉之后 我们才注意到的 其他船的旅客拍下了被拖回来的螃蟹船 船身已经明显破了好几个洞 前面看到黑黑的就要有个大波动 当时船上有30名台湾旅客全数落海 有三个人不幸死亡 旅客指出就是因为没有穿救生衣 才会酿成这么大的伤亡 三名罹难者将在菲律宾当地进行火化 下周返台